形成计划 第一至五天 莫斯科 首站我们来到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 这座城市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以及现代化的建筑和美食 在红场周边 你可以参观圣巴歇尔大教堂 列宁墓 克里姆林宫等地标建筑 同时 不要错过莫斯科国利大剧院 和莫斯科地铁的美丽景观 第六至七天 圣彼得堡 随后 我们将前往被誉为北方威尼斯的圣彼得堡 这座城市 以其水道网络和无数的桥梁而闻名 你可以在涅瓦河上巡游 欣赏这座城市最美丽的景色 同时 不要错过叶卡捷琳娜大帝的黄村和琥珀屋 第八至十天 惊环城市群 接下来 我们将前往金环城市群 这是一系列历史悠久的城市 包括谢苗兹 聂日聂夫诺夫 苏兹达尔 弗拉纪高加索等 这些城市 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历史遗迹而闻名 第十一至十五天 西伯利亚大铁路 然后 我们将乘坐西伯利亚大铁路前往伊尔库茨克 这是一段壮观的旅程 你将穿越广袤的西伯利亚平原 欣赏无尽的森林和河流 在伊尔库茨克 你可以参观贝加尔湖 这是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之一 第十六至二十天 贝加尔湖区 在贝加尔湖区 你可以参加冰川徒步 冰调等活动 体验独特的俄罗斯冬季文化 同时 不要错过湖边的日出和日落美景 第二十一至二十五天 莫斯科周边小镇 接下来 我们将前往莫斯科周边的小镇 这些小镇 以其独特的文化和风景而闻名 包括亚罗斯拉夫尔 谢苗兹等 在这里 你可以欣赏到 俄罗斯乡村的风光和历史遗迹 第二十六至三十天 莫斯科 最后 我们返回莫斯科 在这最后的几天里 你可以逛逛当地的跳蚤市场和博物馆 购买一些特色纪念品 或者在莫斯科河畔的公园里 享受最后的时光 旅行建议 天气 俄罗斯的天气变化较大 建议带上厚实的衣物和防寒衣物 语言 虽然俄语是俄罗斯的官方语言 但在主要旅游城市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英语通常可以通用 建议下载一个翻译器 以备不时之需 货币 俄罗斯的货币是卢布 建议在当地银行或兑换基础兑换 安全 俄罗斯是一个安全的国家 但旅行时建议保持警惕 注意个人物品安全 交通 俄罗斯的公共交通非常发达 地铁 公交和出租车都是主要的出行方式 如果需要租车 请确保你已经了解了当地的交通规则和路况 餐饮 俄罗斯的食物非常有特色 可以尝试当地的传统菜肴 如红菜汤 烤肉等 如果你对俄式菜肴不熟悉 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的餐厅 或找当地的向导 带你去品尝当地美食 请不吝点赞订阅